老實講 台灣不缺一個 研究做的也不錯的大學 但是台灣非常非常缺 一個帶頭去示範科技大學的教育 該怎麼做的這個學校 我一直認為台北科技大學 責無膽大要扮演好這樣的角色 我是雅力德 我是民國七十一年 無專電機科畢業的 很榮幸地擔任過我們台北科技大學 第20任跟第21任的校長 目前在考試院擔任考試委員 不管是教育部的工作也好 或者是考試院的工作都是戒掉的 所以事實上 我還是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的教授 怎麼樣去形容我們這所學校 這個問題也是我在民國一百年 擔任第20任校長的時候 我問自己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精簡的一句話 來告訴我們台北科技大學 是一個什麼樣的學校 我就用了兩句話 就是工業推手一世紀 企業搖籃一百年 這個是我當時在百周年校慶的時候 我想出來的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基本上就是告訴我們全國同胞 台北工專和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 過去這一百年 他是工業推手 我要給外界一個深入為主的觀念 我就喊出全國百分之十以上的 上市上櫃的公司的老闆 都是台北工專 台北科技大學畢業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是我喊出來的 喊出來以後 我不斷不斷在各個場合 一直講一直講 現在這就是大家普遍認識的 因為這個概念很重要 再配合工業推手一世紀 所以企業搖籃一百年 這就是我們台北科技大學 給外界的一個印象 那我也很希望說 台北科技大學未來的一百年 未來的兩百年 應該也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培育我們的這個學生 在我當時後續的校慶 這一些這樣的一個概念 要配合各式各種場合 要去讓這個長官們 讓這個教育部 還有外界人都知道說 台北公關是個什麼樣的學校 那這個我覺得我很高興看到 這個基本上已經在很多人的觀念裡面 都已經形成了 因為我看到過去前任幾次的 幾任的教育部長 他們在推廣技職教育的時候 他都用這句話在講 在驗證念技職教育 你一樣可以成為這個 知名企業的老闆 村美 我要藉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我在擔任 六年的台北科大校長的任期 其實我非常謝謝很多的企業的校友 大家真的是用心在相挺 那台北公關實在是一個 教學導向的學校 今天變成大學 大家會用大學的標準去看待你 那教學導向的學校 跟這個大學裡面 該有教學跟研究 甚至服務 該有的這個 對社會應該有同等分量的貢獻 它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在思考說 我怎麼樣去把台北科大 把它變成不一樣 我體會出來 台北科大跟其他的學校 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是地利自變 台北科大學 你如果拿台北市的地圖來看 它就在台北市地圖的中心點 它有兩條的捷運線的交匯點 所以它有地利自變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百年的歷史 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傑出的校友 所以我一定要善用這兩個 跟別的學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除了異光大樓之外 那事實上地利自變 我還規劃了我們學校正門對面的 現在叫做先鋒國際大樓 那另外在異光大樓旁邊 有群光大樓 所以對面的先鋒科技大樓 跟未來異光大樓旁邊的群光大樓 還有這個臨申北路的這個大樓 我現在也都蓋好了 那是另外一棟大樓 我叫做這個陳樸樓 這些大樓大概都是 我覺得地利自變應該 要讓它產生最大的經營成效 校友的部分 我也去所有各地區校友會 各系的校友會 我全部都參加 一年五十二個禮拜 大概三十幾個禮拜都在參加校友會 我必須要把校友的凝聚力把它找回來 讓所有的校友 他覺得他的那個光榮感會早回來 他就願意參與學校各式各樣的活動 也藉這個機會去跟校友募款 那我六年的時間 我記得我在卸任之前 學校幫我簡單算一下 我這六年大概募了多少錢 大概我記得是募了十六億多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校友的協助 我覺得我們台北科技大學的學生 資質都很好 我一直很想要跟學弟學妹們講 我們要跟其他大學不一樣 在哪裡不一樣 其實就是我們具備有非常好的 動手實作的能力 這一點我非常非常地強調 那我也要跟學弟學妹們講 有這個機會去學習 怎麼樣去把你所學的東西 去把它實現出來 這個在企業是非常非常地要求的 那我也覺得我們國家的產業 其實也非常非常需要這樣的能力 那台北科技大學的學生 有這樣的環境 整個台北科技大學的教育的目標也是如此 所以我很建議我們的學弟學妹們 真的能夠去實際動手實作的能力 在學校畢業之前 具備有一定的程度 同時也把動手實作能力 把它當作你終身的職志 不要怕髒 不要怕熱 不要怕煩 動手實作 是這輩子強化你的質疑 一輩子它的不變的終身的目標 我其實在擔任台北科技大學剛開始的時候 學校整個的氛圍 大家還不敢去討論所謂的世界排名 所以我記得做世界排名 我是跟我們幾個同仁 關在我那個小房間裡面 大家在那邊腦力激盪 但是不敢到外面去跟我們的老師講 那是因為我去慢慢去改變那個學校的氛圍 我用我的方法 我去慢慢慢慢去營造整個學校的那個環境 也慢慢慢慢去營造學校必須要重視世界排名 到現在已經是這個顯學了 大家都可以公開討論 我很想要利用這個機會 不管是老師也好跟校友們也好 跟他們講 其實能夠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其實它是不容易的 它是這樣慢慢慢慢去轉變的 大家要去珍惜這樣的成果 那當然王校長接棒之後 他也很認真去推動我們的世界排名 或者是我們的研究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那這一路走過來 它是有一些氛圍 它是有一些方式去做的 那這個每次我看到學校的排名 慢慢慢慢再往上提升 我也真的是感到很驕傲 也很高興 我一直有一個座右銘 那就是說 世俗煩惱處要耐得下 世事紛擾處要閒得下 胸懷千殘處要割得下 意氣憤怒處要忍得下 這個是因為一天要處理很多事情 常常用這幾句話來勉勵自己 我真的非常的榮幸 成為學校建校百年以來 第一位校友擔任校長 其實在擔任校長的期間 我也給自己很大的自我期許 有步驟的 有策略的 一步一步把學校提升起來 全心全意想要扮演好這個角色 現在卸任了 我希望校友們 老師們 同學們 回想起來 我真的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 謝謝大家